家屬神情安傷的做最後道別 但內心始終無法接受 原本還能談話活動自如的家人 卻在施打疫苗後猝死 下午才通過電話 四個小時後已是天人永隔 事情發生得太快 讓家屬措手不及 由於死者未婚 加上父母都已過世 經濟條件不佳的弟弟跟妹妹 只能透過民間團體散款 來處理後事 家屬認為家人因施打疫苗而猝死 屏東縣政府卻都不聞不問 對此屏縣府也作出回應 衛生局的同事又打電話去關心 之後因為這個案子 必須申請司法相驗 那在司法相驗程序 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那如果說最後判定 是跟疫苗有關的話 那我們的衛生所 就去協助後續申請 預防接種的一個受害救濟 屏縣府表示 檢察官已完成司法相驗 上代檢驗結果出爐 若死因與注射疫苗有關 將會協助申請疫苗預防接種的受害救濟 原市新聞哥社 屏東馬加屏東市採訪報導 而屏東昨天